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尼车时候咱们带来这个灯笼鱼的组队道具 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怎么发挥出这个车的性能 但是最后有一波这个反向导弹操作还是非常帅的 所以说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开局的话咱们直接加速 那咱们这边有一个哥斯拉开局的话直接放了闪电 这一波的话闪电之后的话咱们是拿到了前三名 第一名是这个红龙车它非常着急 直接是超过我 好 对面的红龙车的话也是一个加速超过了我 好 这波放一个水蚊子 水蚊子是中了 好 走近道 你吃一个道具我吃一个道具啊 非常好 那么这一波有个导弹的话可以直接来一个反向导弹啊 这个反向导弹的话是直接命中 直接把对面击飞啊 有这个朋友其实在留言区问我这个反向导弹有什么用啊 对吧 这个是不是就耍帅 不是的 这个实用性其实是非常强的啊 等一下 等到最后一波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好 这个人第二名他突然直接冲了上来 这什么时候你冲上来的 这一波我有个水炸弹啊 直接扔掉了 这个水炸弹应该水到队友了啊 但是没关系啊 他他他 他应该不知道是我扔的啊 应该不知道吧 好 这一波 护盾守住这个攻击啊 主要是对吧 打队友打他一下 也不要让他领先太多 否则这个视频就没看头了 是吧 好 这一波呢 把水炸弹给扔掉 我手里有个护盾 那么这个护盾守住这个超级蚊子 放出这个香蕉皮 这一波踩一下小加速 看一下这个道具是什么 又是个护盾 队友的话又是给了我一个天使啊 这一波看一下吃到一个白鱼 直接放掉 那么现在陈老师我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 这个车如果在被导弹或者水蚊子 那个进攻的时候呢 他会百分百放出这个自爆水雷 但是这场比赛好像一个都没有 好 守住这个攻击 但是又是吃了这个超级导弹 好 看一下 手里的话又有一颗导弹 但这个导弹没有秒好 浪费了一颗导弹 非常可惜 这里的话又是吃到一个蚊子 这个蚊子放出去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好打下来了 把第一名打下来了 好 这个红龙说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我故意卡一下他的位置 急一下他 故意卡他的位置 急一下他 让他撞墙撞一下 这一波他就落后了 然后的话我说了有颗导弹 那这颗导弹怎么用呢 我现在第一名 好 直接一个反向导弹 再放一个白云 对面直接是把对面吃个 击晕啊 非常帅气最后一波 好 最后来一个反向飘逸 回头望远进行一个超粉 那么第二名的话 其实也是红队了 其实他们实力还是很强 刚才最后一波 如果没有反向导弹 说不定会被他们反超啊 反超之后 如果再打反向导弹 不一定能来得及 因为那个反向导弹 只是击晕没有击飞啊 所以说最后一波 这个反向导弹 也是非常帅气 也是在实战过程当中呢 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 拜拜